HELLO,我是MIC 今天的影片呢,非常有趣的 今天要畫一個妝容呢 是在Instagram上面投票你們選擇的產品來畫出的妝容 我真的講清楚嗎?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看雅雲拍了一個 是用Instagram的現實 然後請你們來投票呢 來決定今天的妝容 所以我今天在大概一個小時前呢 有請你們在我的Instagram賬號上面投票 那我現在呢,是已經上好保養了 我覺得今天的皮膚看起來特別有一種亮亮的感覺 喔,然後我眉毛啊 看起來好像已經有先上了一點 是因為我昨天呢 就臨時起義 我就試了Etude Tauce 染眉膠 上上去第一印象我覺得 顏色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就是一個很正的灰棕色 其實後面有幾樣東西呢 大家投票數有一點就是 難以取捨 所以我們沒關係 我們就慢慢來先從前面的開始好了 因為前面的票數差的還蠻多的 第一個底妝呢 我請你們選MAYBELLINE的Dream Skin 跟亞三代的Double Wear 然後你們選的是Double Wear 其實這一罐我之前好像在影片裡面有用過 是 嗯,之前去他們的活動拿到的 小的Sample 可是其實這樣子 嗯,我覺得可以用蠻多次的 因為畢竟粉底也不需要用到太大量 就我自己啊 喔,我想到我上一次上這一罐的時候 我好像有跟你們說我覺得 嗯,它乾得很 措手不及 所以我 沒有那麼的愛它 可是其實它的妝乾是好看的 粉底自己最在乎的 其實是畫起來有沒有很重的粉感 我上次有在影片裡面問你們說 就你們比較愛看比較短一點點精簡的影片 還是長一點點的影片其實也OK 我還蠻意外的就是很多人都說 就是長影片它還蠻喜歡的 然後譬如說可以邊化妝邊看啊 或者是 可以看到比較仔細的步驟等等的 就讓我蠻開心的 這樣我就可以很開心的繼續做下去 遮瑕我今天投的是 City Color的跟 Wet and Wild的 其實我自己還蠻想要用 City Color的 因為它的那一盤啊 裡面除了有 三格深淺不一樣的遮瑕膏之外 還有一格是蜜粉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在 目前開架的 櫃位上 好像還沒有看到這樣子的遮瑕盤 然後 Wet and Wild呢 是之前 前一陣子進入的時候 我去很 很興奢奢的就買回來 然後它是有校色 有打亮 有 有點像是修容色的一個顏色 然後呢 你們選的是 Wet and Wild 我有點忘記我沒有在影片裡面用過這一盤 可是其實 我之前試用完了之後 發現我好像沒有特別的喜歡它 那我們就先從 校色開始好了 就用這個蜜桃色 我記得我之前 沒有特別喜歡這個 就是因為 它的質地上 算是偏乾的 但是 我們一般都會覺得偏乾的質地 好像 會比較有遮瑕度 但其實我覺得它的遮瑕度 好像也沒有到 真的很厲害 我用 膚色 然後跟蜜桃色 調一點點 比較淺的顏色 看有沒有辦法 我現在這樣用好像也沒有到很差耶 還是我之前 的第一印象錯了 它的打亮色呢 是 比較偏 白金色的 然後其實它裡面的 光澤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我好像因為上一次的那個 MAYBELLINE全臉完妝的影片 有一點點喜歡上 膏狀的打亮 就是可以讓皮膚 有一個很自然的光澤感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點難推開耶 就是它會有一個 痕跡在 我覺得今天用好像比我之前用的心得要好耶 今天用起來還算是 嗯 中規中矩 好 我還是覺得 Double wear 這一罐每次用都會在我鼻子這邊啊 就會有很斑駁 然後 很奇怪的 不服貼的狀況 然後呢 我剛剛雖然覺得用起來 遮瑕好像還OK 可是其實它的打亮 真的很難推開耶 就是會有一塊一塊的感覺 不兇 我要把它卸一點 我要小小的作弊一下 用我喜歡用的FIT ME遮瑕上鼻子 靠 剛剛還有一點點差距的喔 現在已經 50比50了 是 KVON D的蜜粉 然後配上 嗯 FIT ME的蜜粉餅 喔喔這一秒又有人偷的KVON D啦 好啦我們就以KVON D為主好了 我們就以現在 這蜜粉餅呢 是會有一種很漂亮 它會有一層薄薄的 很像薄紗的感覺在臉上 然後妝感是非常漂亮的 然後這一個呢完全在臉上 我覺得幾乎是 看不太出來唷 當然我上的也還蠻少的啦 現在是Catrice的60% 所以我們Bronzer就來用這一顆 Katrice 也還蠻好沾取的一個產品 而且它不會 就是我這樣刷 它也不會有很多粉會飛出來 所以我覺得壓得蠻實的 然後對於自然膚 也不會太淺 我覺得是一個剛好的顏色啦 目前呢 我是給你們選City Color的腮紅盤 跟Solong的單顆腮紅 它是Solong的多5票 35票 對City Color30票 它的粉呢是 算是紮實帶一點點微鬆 只是它會有一點點粉飛出來 也是一樣非常好沾取 然後非常的顯色 像這一顆 顯色到爆 可是它真的少量的沾一點點 畫在臉上呢 是一個很漂亮的曹紅感 我這樣沾一下 粉 就沾超多的 好 在手上稍微 窩掉多餘的粉 之後呢 再刷在臉上 可以稍微就是跟Bronzer刷在一起 它是比較 血色自然的超紅感 所以我就是可以把它帶到 比較靠近鼻翼旁邊 一點點也沒關係 因為呢 我還不知道等一下 眼妝會畫出什麼顏色 所以我就先比較保守的 先這樣子上一些 打亮這個 倒是還蠻領先蠻多的 打亮我給你們選的是 Colourpop的 最近新出的三分的打亮 跟 Essence新出的 很可愛的 算是貝殼 它是 Mermaid系列的 戰色票數領先的 22票 44票對Colourpop的22票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用 然後因為它是Mermaid嘛 所以它裡面就是有點 像是魚鱗的那種 小時候畫美人魚不都會這樣畫嗎 很可愛 然後看起來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顏色 當然你單格抹出來呢 就是不同的顏色 可是 全部畫在一起的時候呢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 呃 淺金色 它的粉蠻細的 我覺得以我自己來說啦 就是它在 呃 我覺得很貼合皮膚 不會有那種很強烈的金屬感 然後會讓皮膚看起來有一點 嘖 多一層東西的感覺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很細很細的亮粉 我覺得如果薄薄的上 甚至是疊在腮紅上面 都會是一個 還蠻漂亮的打亮 像啊我昨天有把它 就是單格的拿來 譬如說它的綠色啊 或者是它的粉色啊 你就可以單格的挑出來 用手指頭 可能可以當成是眼皮的打亮 然後 上一點再抵一頭 定妝噴霧 這又是難分難捨 其實我本來非常想試 我昨天不小心手滑的 Essence的 新的 呃 它算是 定妝噴霧 可是它是 會讓你的妝容有 光澤感的定妝噴霧 我本來蠻想試試看的 可是目前看起來呢是 Urban Decay的 略勝一籌 36票對 32票 這一罐呢我自己覺得它還 蠻 控油跟持妝的 但我覺得如果就是偏乾肌 像我自己如果冬天要用的話呢 我覺得保濕就要做得比較足一點點 時間拉長下來會讓妝容看起來好像有一點乾的感覺 然後它味道呢 是真的蠻臭的 就只有噴的時候會聞到它的味道 但是 呃 山峰讓它這樣子完全吸收進去之後就沒有味道了 所以是 還算可以接受啦 眉毛呢 我給你們投的是 Colourpop的眉膠跟 Benefit的眉膠 Ka Brow 現在是44票對25票 我覺得它設計很棒的是因為 它把它的刷子直接設計在它的 頭上面 然後一般我都會覺得 像這樣子的眉膠啊 這麼小隻的刷子 會覺得不太好用 可是它這樣子 插在上面呢 其實 還蠻好拿的耶 就是意外的 然後呢 我覺得眉膠也算是蠻好用的 不過因為我今天呢 算是有一點點小作弊 因為我昨天 我剛剛前面有講嘛 我已經用了染眉膠 所以呢 我今天可能就只會稍微的畫一下前面的眉流 跟 稍微 拉長一點點眉尾 就 大概就這樣 哇 它講到結果 不知道今天晚上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我這邊用的是比較灰棕的顏色 但是這個 Ka Brow的5號其實有一點點偏紅 天啊 我今天眉毛也太省事了吧 我突然覺得我好像還蠻喜歡染眉膠的 因為我這邊基本上顏色都甜的還蠻剛好的 接下來呢 染眉膏 我讓你們投的是我平常愛用的 NYX 染眉膏還是Benefit的彩色染眉膏 我不知道你們投的這個是 有何居心啦 但我也不知道我現在就是 上了一個比較深的灰棕色 不知道還看不看得出來它的顏色 我要用個紫色好了 但是我覺得紫色可能會看不太出來 沒關係就買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紫色呢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深的紫色 所以 有可能會沒有那麼的明顯 感覺需要 可能底是紫色的 或者是眉毛顏色可能要再淡一點點吧 我不知道欸 你們看得出來嗎 我覺得它因為前面啊 它有一個 長得很奇怪的頭 所以 上面會有特別多的產品 我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欸 就有一點點容易 一不小心就會沾到皮膚 就是先不管 我現在眉色化了什麼 我眉毛本身的顏色就是比較深的 好像有一點難看出來 眼影盤呢 目前也是壓倒性的獲勝 我讓你們票選的是 就是essence的彩色 它們也是最近新出的 Mermaid盤 還有 City Color的比較大地色 棕色偏橘色的盤 然後呢 essence壓倒獲勝 43票對24票 這一盤呢 就是essence它們家 現在新出的 超級可愛的 然後裡面呢 它也是做成一個 我不知道這是 背殼還是螃蟹 非常繽紛 然後 中間是 粉色調的 有偏紫色 有偏藍色 然後有偏綠色 然後其實我覺得 飽和度都還算蠻不錯的 然後顏色也很漂亮 只不過我覺得這一盤啊 它的霧面顏色只有 這一個粉紅色是霧面的 其他全部都是珠光的 就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呃 對我來說 要嘛就是你給我整盤都是珠光的 那我覺得 好就是把它拿來當作是搭配的 就給一個 我還覺得你不如不要給 我剛剛完全忘記要給你們偷 就是 眼影底膏了 所以我現在就 隨便上一個 好不好 很久沒用這一顆 MAC的 Pain Pop 然後蜜粉呢 一樣是用 Cat Von D的蜜粉 我很少用像這樣子就是 粉金的顏色 所以我想說用中間這一個 呃 偏粉跟偏紫的顏色 那我先試試看它的 眼窩色好了 基本上好像沒什麼顏色欸 而且我在沾粉的時候 它的那個粉都跑出來了 就是沾一沾它就會有一顆一顆的那個粉在上面 我決定用我自己的 Colourpop的霧面來上 底色 先用這個 粉色 剛剛那顏色真的對我來說太淺了 其實我也沒有很確定我今天到底要畫什麼妝欸 可能就畫一個基本的Cat Von D 底色我通常都會帶到眼頭跟眼尾 就是一個習慣 好這樣應該差不多 再用這個好了 紫色 加深 其實我剛剛本來是想說我先看 唇妝的投票數怎麼樣 我再來 畫眼妝看要怎麼配合 結果呢 OK 就是大家唇妝也是難分難捨 完全就是一個 50% 50%的狀況 所以我現在就是 抱絕一顆忐忑的心 在畫眼妝 剛剛先從眼尾開始 然後 慢慢的往上暈 然後再慢慢的疊顏色 然後暈到眼窩的地方 魚粉呢可以再輕輕的往前帶 因為我不喜歡眼尾拉太長 所以眼尾我就會用輕 推輕推的方式 輕輕的往外撥 但是我不會很大力的暈染 然後把它拉到很外面 然後呢眼頭的地方 再慢慢的往前帶 所以我現在手臂超痠的 因為我現在是一個 要給你們看這邊嘛 然後我是右撇子 所以我右手就是要 往那邊超多 到頭都不能亂動 不然到時候 你們就會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現在這邊上手臂 靠近肩膀那邊很痠 如果你想要畫Carcris的話呢 前面顏色一定要帶 稍微有一點點顏色 要比之後要上的珠光主色呢 稍微深一點點 這樣子才能看得出來 Carcris的線條 還有對比才會比較明顯 接下來呢就是按照慣例用的 這個 Nex的這個 眼皮打底呢 來做 Carcris 我最近開始在練習 用這種扁平的刷具 畫Carcris的 因為你知道我之前都是用斜角刷來畫 我覺得用它來畫 就是線條 還蠻方便的 但是在填補的時候 就有點麻煩 很需要換刷子 或是用手 那我發現用 這種扁平的刷具呢 我就是 可以直接把它 都拍點得很均勻 然後也不需要換刷具 有幾天沒有畫Carcris的 手感有一點點 跑掉 那我就先用 最淺的這個 粉金色 然後我覺得這一盤 蠻可惜的 是因為它設計的 很小盤 所以有一些顏色 像在旁邊的這些顏色啊 就會變得很難沾 你看我連 就算用手指頭 這樣子去畫 它都顯得比我的手指頭 還要再更小 就會很容易 畫到其他的顏色 或者是 弄的盤會變得很髒這樣 這顏色其實很好看 剛剛的線條畫得不夠漂亮 其實都可以用 這個珠光色呢 來做線條 就是稍微的 微調 然後呢 嗯 再用這一個好了 中間的 粉色 算是比較偏深一點 這個顏色也很好看 很柔的 顏色 然後呢 我其實很想要用這個 紫色 這個紫色 它看起來是有一點點 偏光的感覺 但是它 呃 畫在手上的時候 沒有那麼的 飽和 我想要上一點點在 呃 靠近眼頭上面的 這一個 弧線 我要這樣講 你們懂嗎 靠近最邊邊的 這個 Cut Chris的那個線條 嗯 喔這顏色超好看的 這個 然後它們都是 很細很細的珠光 就沒有什麼很 大顆的亮片在裡面 尾巴我想要再重新 疊一點點 剛剛的那個紫色 就在 最靠近 尾巴 的地方 讓它跟 最後面的那個粉色 融合在一起 好好看喔 下眼影 因為它有比較 像是這種比較深的 綠色 我覺得好像也可以 雖然它是有亮片的 不過 拿來搭一點點在眼尾 還是 蠻ok的 我先試試看這個 深的顏色好了 然後再看要 跟什麼顏色來搭配 因為我覺得它的粉都是 蠻 鬆的 所以 蠻容易沾太多起來 我用比較 扁的這種刷子 它暈開來啊 你們有看到嗎 就是有很漂亮的那個 藍 藍綠色的 亮粉在這裡 它的亮粉其實是比較藍色的 如果疊一點點 藍色在前面 應該不會很奇怪吧 這個好了 這個比較 像是天藍的珠光色 其實我覺得這一盤 顏色都還蠻漂亮的 我稍微在前面留了一點點空 其實我本來想說前面要上 另外一個打亮的 可是我又覺得 上下已經都是 珠光色了 我可能前面就是留空 好現在把兩邊的眼妝都完成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 繼續來看我的 睫毛膏用哪一支 KATE的白色底膏 跟戀愛魔鏡 就是我最近很愛用的 也是一樣的白色底膏 但是它這個裡面是梳子的 然後KATE裡面 就像一般的睫毛膏刷頭那樣 就是一直到我開拍之前 戀愛魔鏡都是 比較勝出的 結果沒想到現在竟然是KATE 略勝仇耶 42票對36票 我就是這禮拜 還是上禮拜才剛買KATE的睫毛底膏 然後我本來很興奮 因為我聽很多人都還蠻推薦這一支的 所以我就買來試試看 沒有很達到我自己的需求啦 不過我們今天就沒關係 就還是來試試看 而且我剛剛還很高興 就是信聰聰的就把它收起來 結果沒想到現在竟然要用它 就是這一支 白色的底膏 然後它還蠻奇妙的 就是它裡面長的是 就是像這樣子 一般睫毛膏的刷頭 但它的底膏呢 是白色半透明狀的 然後它的纖維是黑色的 就是一個還蠻奇妙的 就是我以為它刷起來會是 全部都是白色的 好我現在先夾了右邊 然後呢就先來刷這個 我通常夾完之後啊 我會用手指頭輕輕的 把睫毛 怎麼樣整理整理乾淨 因為我喜歡它是整齊的這樣一根一根的 可是通常夾睫毛的時候會很容易 全部都夾在一起嘛 所以我就會稍微把它撥開 然後再上底膏的部分 其實我從來沒用過像這樣子刷頭的底膏 所以我第一次用的時候還蠻不習慣的 非常粗魯的就是這樣子隨便刷 然後放上去之後我的睫毛就變超級亂的 先用它的彎的這個背面先上 因為我覺得這邊呢是 嗯 膏體比較少的地方 因為我上次真的有被它就是 纖維嚇到就是把我的睫毛變得超亂的 然後再加上我那天的睫毛又沒有夾得非常的翹 我認真覺得最近的天氣就是太悶熱了 所以睫毛都變得很難夾翹 然後如果我有開冷氣的話就會比較好夾 好 可是我這次使用下來我覺得比上次的感覺好耶 就是它感覺呢 維持捲翹的程度其實好像也還蠻好的 然後很快就乾了 好 我現在有一點點開心 我給你們選的是Benefit的Roller Lash 跟Solone新出的睫毛膏 就是Hello Kitty聯名的 現在是47票對33票 長得還蠻可愛的 然後裡面的刷頭呢算是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他們家 我覺得跟Begelband有一點點像 就是它的這個都是非常Q彈的 然後呢它的刷毛是比較短一點點的 但是它跟Begelband不一樣是它有一點點弧度 因為我自己不愛畫眼線的關係嘛 所以我其實對於睫毛膏我還蠻挑剔的 就是我可以為了很漂亮的睫毛放棄眼線 那你就知道我有多愛睫毛了 而且我覺得睫毛一定要翹才會漂亮 漂亮 如果我不翹的話 那為什麼要刷睫毛膏呢 你說是不是 算是蠻濕的 然後 增加一點點分量感 但是它沒有纖維的 我現在大概上一層左右 我覺得其實這個濃度我還蠻可以的耶 我不知道是因為有Kate底高的加持嗎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 分量感還蠻夠的 好像可以不用疊很多層 就是我喜歡下面是比較濃一點點的 有時候我就會故意把睫毛膏 故意的就是加在睫毛根部 這樣就會有一個 假的 隱形眼線的感覺 我很喜歡右邊的 就是右邊你就可以看到它是 這樣子綻放開來 然後算是蠻整齊的 然後中間有一點點一束的感覺 但我覺得都還OK可以接受 然後這邊呢有一點點凌亂 不過整體來說也算是翹 我希望等我完成眼妝的時候 你們可以幫我在唇彩 分出勝負 不然等一下又是一半一半我要怎麼辦啊 太好了 我現在有點開心 因為我們終於 終於分出了一點點勝負 之前呢一直都是無時無時的兩支 一個是Solone新出的霧面唇彩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也是essence最近的唇彩顏色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新的新品啦 但是也是最近就是收到的一個唇彩這樣子 然後其實你不要看它 看起來顏色很深 其實它還蠻半透明的 是一個漂亮的顏色 它是這樣子一個很可愛的包裝 我原本以為長這樣子 覺得很像是那種唇釉唇蜜型的產品嗎 結果 它竟然是 對不起我拿翻了 它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 然後裡面呢還蠻可愛的 上面有印一個 他們家的logo 既然你們都選了 這個顏色 它剛好也有寄一個是 他們家的唇線筆 然後我覺得唇線筆 就是質感也還蠻不錯的 是一個很滑順的質地 而且我昨天去櫃上看 這一支好像才99還79 就是一個很便宜的價格 這顏色有一點點像我買Catrice的那一支 我一件中型的顏色 剛好是一個 蠻搭我今天眼妝的顏色 然後我再來加這個 它上起來呢其實是一個比較 光亮感的唇膏 不會透到像唇蜜那樣子 不過 它就沒有像霧面的 甚至沒有像它的唇線筆這麼的包合 我覺得這樣搭起來其實 顏色還蠻好看的呀 就是它有一點點漸層的感覺 跟唇線筆 像歐美的妝容 常常有時候都會用 比較深一點點的唇線筆 再搭配稍微淺的唇膏 讓它就是有一個 輪廓比較明顯的感覺 然後我想要 我眉峰這邊 想要再帶一點點 這個好了 我們眼頭用的 黃金色 好耶那今天妝容就完成了 這個妝容就是你們在Instagram上面 現實動態投票出來的妝容 不知道你們喜歡嗎 今天用到的所有的品項呢 我都會在下面 資訊欄標註所有的商品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看看 如果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話呢 我在每週三 每週日晚上八點 都會上傳一支 新的影片 下面的紅色訂閱鍵 或是旁邊的人特泡泡 都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